What is going on guys? 去年我跟我女朋友去一趟義大利玩 我們第一天就到羅馬 如果你第一次去羅馬的話 你一定要去看羅馬這些古蹟 因為羅馬算是非常小 很多這些古蹟都是步行的距離 所以那一天我們知道我們會走很多路 所以我們出門前的時候就沒有帶什麼東西 我身上就除了口袋裡面的手機 和手上拿的相機 那一天我們沿路走了好幾個小時 邊走邊看邊吃 結果我發覺我的下背 已經是痠到一個程度是讓我站不起來 反而是我的腿不會痠 完全痠都在下背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手上拿的明明就只有手機 我也沒有背任何的背包 為什麼我下背會痠痛到不行 後來我們慢慢了解 其實我下背痠痛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我走路走太多 而是我的hip flexors 長期處於收縮緊繃的狀態 導致我的骨盆向前翻轉 造成骨盆前頸 也是因為骨盆前頸的關係 讓我下背長期處於在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讓我的下背非常痠痛 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看得出來 寬屈肌 hip flexors 主要的作用是將膝蓋提起 那當你的大腿和曲幹間的角度是90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叫做flexion 當角度是180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叫做extension 人體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系統 肌肉組織更是緩緩相扣 舉例來說好了 當我們二頭肌在出力的時候 它的反向肌群 三頭肌一定是處於放鬆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的二頭肌的肌肉長度是最短 三頭肌的肌肉長度是最長 當我長期久坐在電腦桌前 我的hip flexors是一直處於收縮的狀態 相對於它的反肌群 我的臀肌是處於一直被拉長的 長期下來我的hip flexors是一直處於收縮的狀態 而我的臀肌又沒有受到同等的訓練的話呢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前後的肌力不平衡 導致我的骨盆會向前反轉造成骨盆前傾 骨盆前傾呢是現代人的通病 因為我們長時間的作者不管是工作還是看書 你可以自己檢視看看 如果你下背彎曲的特別多 腹部呢也是無時無刻都是突出的 不管你今天是有吃飽還是沒吃飯的 那很可能你有骨盆前傾的問題 當你的骨盆向前翻轉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的下背一定是處於緊繃的狀態 你也可以順便去測試一下自己的反向肌群 用手去戳一下自己的腹部 你會發覺你的腹部其實不是收緊的 而是處於放鬆的狀態 那現在你知道你的下背痠痛 並不是因為你的下背需要被放鬆 而是你下背周遭的肌群 它有肌力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這邊呢我要跟你分享一招 是你可以馬上舒緩你下背的疼痛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呢 是將你的骨盆前傾 調回到正常的位置 收緊你的核心 然後去達到下背疼痛的舒緩 做法非常簡單 首先呢你要站直 用力夾緊你的屁股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你的骨盆 會向後旋轉 回到正常的位置 保持這個姿勢 在吸一大口氣到肺裡面 然後加那一口氣 用力的往下壓 或是你可以想像 用你的橫隔膜往下壓 同時呢收緊你的腹肌 再想著讓你的肚臍 往脊椎的方向擠壓 這全程都要閉氣 當你需要氧氣的時候呢 再吸一大口氣 然後重複以上的流程 大約三到四次 直到你的下背不再痠痛 這招非常非常有效 如果你今天做對的話 大概來回個四五次 你的下背的痠痛就完全不見了 當然跟你分享這些 並不是要取代醫生的診斷 剛剛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根治你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要改善你的骨盆前傾 還有肌力不平衡的話呢 老實說呢這會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 還有努力的去調整你的姿勢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以下的方式 第一個 就是加強你的核心肌群的訓練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樣做核心肌群的訓練的話 別擔心 影片底下呢我會貼一些相關的連結 你可以參考看看 再加就可以做了 第二個 加強你的臀肌的訓練 像是hip thrust這種動作 就非常適合強化你的臀肌的肌力 第三個 每天你都應該要放鬆你的hip flexors 不管你今天有重訓或是沒有重訓 只要我們長期久坐的話呢 我們的寬屈肌就是處於緊繃的狀態 很多動作你都可以在家裡做 將來我會跟你分享一些在家裡可以做的放鬆動作 所以記得用力按下那個訂閱 不要錯過這些影片 第四個 記得讓你每天站姿和坐姿的時間是一樣的 這樣子的話才不會讓你的hip flexors 長期處於緊繃的狀態 導致你的臀肌長時間被拉長而失去它的彈力 我健身呢大概快要10年多了 我也是在最近的時候才了解 肌力不平衡 它不只會影響美觀 也會影響我們每天生活作息和生活的品質 練得再巨大 如果連走個路下面都快要爆掉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不值的一件事情 希望這集對你有幫助 底下呢 讓我知道你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記得按下訂閱 所以說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Peace